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迷迭香鸡腿排 这个鸡腿排呢 在我们家超受欢迎的 因为小朋友超爱 而且他的做法又超级简单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需要的食材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的就是 新鲜的迷迭香 如果你没有新鲜的迷迭香 你可以在最后的时候 加一点稀释的粉料来代替 那再来我们要吃蒜头 整颗的蒜头 那还有就是像这种大鸡腿 OK 这个鸡腿 你可以在买鸡肉的时候呢 就请他帮你去骨 那也可以买回来自己去 那自己买回来去骨头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就是练刀工 学技巧 那第二个就是 他也比较经济实惠 带骨头的鸡腿比较便宜 而且便宜很多 那第三个 就是这个去下来的骨头呢 我们可以拿来熬汤 那就是经济实惠 又一举数得 好 现在我们教大家怎么去这骨头 这个是那个他的那个后背骨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大腿的关节 我们从这个地方下刀 好 我们尽量把这个肉啊 留越多越好 下刀以后呢 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 好 我们稍微把它扭一下 有没有 听到咖一声 我们用剪刀 就把它剪开来 OK 这样这一块就去好了 OK 再来呢 我们翻面 好 顺着他的这个形状 我们从他这个内侧 好 我们拿剪刀 沿着这个大腿骨 我们把它剪开 顺着内侧剪 然后哈 剪到底 OK 这样骨头露出来了 那我们从骨头的下面 好 一样都是沿着骨头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用剪刀 比较好去骨 好 那你 你要用刀子也OK 但是我觉得剪刀是比较好操作 这下面这个大腿骨也是一样 就沿着他下面 我们用剪的 就把肉跟骨头分开 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 到这个拉下以后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拉一下 好 拉不下来了 就用剪刀 好把它剪断 OK 这一片呢 我们就取好了 很完整 的一块大腿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用这个刀 我们稍微画几刀 因为有些的地方它比较厚 有些的地方它比较薄 好 稍微画一下 等一下我们在煎的时候 它的受热 才会均匀 好 像这样就取好了 OK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鸡肉上面撒一些盐 把它拍一拍 OK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煎肉咯 好了我们现在看到它有一点点冒烟了 我们加一些油进来 其实油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等一下鸡皮还会出很多的油 好把边缘润一下 好我们把蒜头加进来 把火稍微转中小火就可以了 这样它一下就焦了 这个迷迭香呢 OK 你把它加进来 你就是要它的这个油香味 就是迷迭香加上蒜头的这个油香味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鸡肉放进来 让它这里头慢慢的煎 鸡皮朝下 小火慢慢的煎 要有耐心哦 稍微整它一下 中小火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煎了 两分半了吧 好香哦 看一下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那这一面已经恰恰的 青黄酥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煎面 松小火 中小火去煎它 那这一面一样要有耐心 你就慢慢的 用松小火慢慢的让它 从外面熟到中心来 这样子的话 它才会外酥内嫩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鸡腿排的时候 我们买的一定要是肉鸡 不要买土鸡 或者是防土鸡 也就是翁阿鸡不要 因为这种鸡它的肉质 比较硬一些 因为它生长时间比较长 然后它肉质比较硬 就不适合做这种非常快速的料理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便宜的肉鸡 就很适合做这个鸡腿排 好咯 我们现在又大约煎了一分半钟了 我们看一下已经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补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那这个时候我们关火 这样就OK了 哇 那这里头的这个油呢 它是带了一些肉汁在里面 千万不要浪费 你就把它淋在上面 等一下它们吃的时候呢 你就给它一个刀子 一个叉子 然后它就煎着 沾着这个肉汁 还可以配上蒜头 就超好吃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做到这边 那希望你会喜欢 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给我 那谢谢大家 拜拜